來繼續看的是 中法官第三選區留委的選選 這是國民黨的夏宜宏 和民進黨的五營齡相對下 兩個人是由中法宣告立法院來 民進黨的立委劉世宏和鄭水雄 帶五營齡開記者會 同樣對手夏宜宏 來散驗到留委會議選 結果夏宜宏和國民黨立法院 民進黨的總調詹明宗 是直接拗告記者會的行程 來調整唱歌詹明宗警告表示 要馬上來提出到冬團的協商 彰化縣第三選區的立委謝依鳳 提案要這個凍結預算 民進黨中法官立委參選前 憲憲平開記者會和港選會對手 國民黨現今立委的謝依鳳 進前提案當決留委會議選 協議選委員現在也來到現場了 不過驚討那一條夏宜宏和國民黨立委 10民中直接來到現場託管 那你的提案你由上面是講到說 今天就不行 民進黨立委正隨雄規矣安打 不過10民中話聲說 遲以退出政黨入雄 朝野要進行預算幾樣前 他竟然把這作為朝野的工法 那立山峰會期都很大 不過議選的政策 國民黨立委擔議 擔議員來開政條 擔議員提案 團出中宮規協助黨 建設委台商會長參加 後來十八人不怕去 當劉町的任務 海紀會設置 應該減留一會補助海紀會議選 林安德來批評 應該這比當劉町 當劉町 當劉町 吃完胎 睡完胎 該譴責該罵的是老共啊 是中國禁止他們回來啊 你這個很顯然 就沒有跟自己人 站在同一邊嘛 我覺得齁 這個時代最不需要 就是扣紅帽子 然後我本人就是 最不怕被扣紅帽子的那一位 選舉在到中間改選 甚至當阿台商 有一回議選 請做批評 消極的指標 您歡迎議選選站 哪六個組貴交 哈囉 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 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 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